各位觀眾朋友們 上次我們的哈同學的DIY影片 迴響非常好 那他現在又做了一個經驗的分享 說 備胎很重要 千萬不要改都把它改掉了 不然你到時候爆胎的時候就GG啊 啊對啊30分鐘 而且可以開高速公路喔 漂亮喔 所以各位同學 不是一模一樣的大小的備胎啊 你可能就慢慢開慢慢開 還是可以很方便啦 只是 不能回到自己 當年的一樣的英勇的狀況 那我們來回覆一下 觀眾的留言 有觀眾反應說 有沒有改裝的影片啊 阿同學 觀眾有反應嗎 有啊有反應 觀眾有反應 欸我不知道有沒有影片耶 對啊大家看完你的DIY之後 非常之有興趣 想看看你改裝的過程 有沒有記錄下來 我們有記錄 記錄成一本書 啊有沒有影片我忘記了 所以你的意思說你要出書囉 沒有已經出啦 已經出書啦 已經出啊 哪個書籍可以買得到 沒有喔 只有一本喔 絕版的喔 就是相片本啊 什麼出書 相片本啊 相片本 我們有記錄喔 好啦 今天很好玩就記錄一下 那各位觀眾 如果再有興趣的話 只要請你們自己私訓哈同學 私訓哈 他的車今天就出動了 跟我們一起來 日月潭 其樂市營區 進行了一個 胡錦第一排的露營 露營活動 你今天在哪邊啊 爸爸跟你講很多次 我們在日月潭 我們在月潭 日月潭 日月潭 我們來日月潭幹嘛 我們就是露營 那我們在哪個露營區 日月潭 我們來其樂市露營區 對 那你覺得今天開心嗎 就是說這個要怎麼放假 你喜歡露營嗎 喜歡 你以後還要來嗎 那你今天跟誰來啊 他有個什麼 他在掛櫥營的時候 我看到 黑鯥阿姨 黑鯥阿姨啊 那個阿姨剛才去掛超市 然後 他可以出去有鴿子來了 喔他可以出去來了 白鯪 今天第二天早上喔 可以看到湖景第一排 日月潭湖景第一排的湖景 另外一邊就是依達少碼頭 我們這次訂了日月潭的 其樂四路營區 為了就是這一片湖景 那因為今天非常熱 非常的熱 可以看到我們又把那個 側邊上車延伸出來 做無限的延伸 幫我們做遮養喔 我們現在早餐時間 先來吃個早餐喔 哇太太一大早就吃雞翅翅這麼好 因為中午要去吃別的好吃 所以你先把雞翅煎一天 我想好要去中午要吃什麼啦 去喝小米酒 沒有 小心喔不要被推銷囉 你只要踏進一家店就會淪陷 所以小心不要被推銷囉 老闆娘三寸不爛之舌 我們有見識過 左邊那個後面她的同學被推銷了 我還有三罐小米酒 你不要又被推銷了 今天要不要喝完 絕對不會了 我很冷靜 很冷靜 然後一箱直接寄回台 那應該是40度的那一罐 可以寄回台 好 那我們準備吃早餐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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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米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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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以達邪商圈喔 走吧! 我們現在往前進 那接 Griff是写說 五分鐘就到我 engineer 杨茜茜 我們的哈同學昨天 晚上已經實測過了 晚上去那邊買晚餐 吃晚餐 大概走了八分鐘 現在要真正的來實測一下 我們大概要走多久喔 我們現在走這個步道 前面就是營區 旁邊就是日月塔 在這個步道慢慢往上走 就可以到我們猕獵商圈喔 那我們就推著我們的簡易推測 我們現在正在走路前往伊達邵商圈 萌萌小檸檬非常的趣喔 坐在他的小推車 他第一次坐我們都感覺很舒適 他屁單都感覺有一半顆肉在外面 除了會DIY改車之外 今天晚上要展現一個非常厲害的才能 就是他很會煮玉米濃湯 就跟你說很會煮 現在是看網路上怎麼煮 現學現賣 他說1我做1 他說2我做2 所以就很會煮 然後呢沒有煮過喔 那我們今天有我們的那個 是我們的白老鼠有部分 白老鼠 你跟著那個SOP走 要做的好吃也是一種技能啊 對 那我們等等就來看看 哈同學 除了DIY改車之外的另外一項超強技能 超強技能 看1做1嗎 對 看1做1 有1做1 就是說不好喝也要喝完喔 哈哈 好我們等一下就來看看他的成品 玉米濃湯 夜市牛排的玉米濃湯 夜市牛排 我們等見 我們等見 Republicans 您非常認真 臭い 會選擇 到總 danger 有些火氣 cert WHIJ 音樂 herkes 波一定要 很高 地 我們 它們 不知 我們 五个 今天的晚餐非常的簡易 有我們哈克哈大師的玉米濃湯叻 剛剛我們觀眾期待已久 觀眾是四個人嗎? 好 沒關係 他應該煮好了 我們看一下我們今天簡易的晚餐 來自中和的選手 餃子兄弟 大家歡迎有空可以來中和餃子兄弟做做喔 一顆只要五塊錢 然後生鮮的只要四塊錢 然後現場吃只要五塊錢 對 現場吃五塊錢 這麼大顆 對 好吃喔 在冥想街喔 CP值超級無敵 高 高高高 我們還有來自全年的選手 五花肉 豬肉 來自樂壇的選手 滷豆腐 我們丹田之生的小田 非常的滿意 好 那我們現在直接開吃了 好吃 今天晚上我們要喝什麼 喝啤酒 加這一罐是什麼 小米酒 水蜜桃口味 非常特別喔 那等一下再加碼威士忌 加碼威士忌 不醉不給他歸 各位觀眾朋友 有沒有看到 他同學他除了會DIY他的車子之外 他最終好像技能就是煮玉米濃湯 剛剛大家看了那麼多他製作的過程 來替大家 各位大家犧牲一下 奉獻一下 對對 要喇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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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意思 沒玉米濃湯 真的就是洋蔥湯 就是我們洋蔥玉米濃湯 好 我們來試喝一下 哈哈哈哈 我眼睛又亮咧 啊喇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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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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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買的玉米濃湯 而且也不濃阿 哈哈哈 對啊 也不濃阿 油水水的 哈哈哈哈 哇 國父革命經過的騎士才成功 現在我們哈同學才第一次革命而已 我相信他經過第11次革命之後 絕對可以把湯煮得很濃 我們失敗為成功之母 我們繼續努力 阿還想第二碗 哈哈哈 還有咧 有太多了吧 難得一次我們收藏完之後的中午可以在這邊悠閒來吃的便當 再欣賞最後的湖景 講一下我們這個營區的一些感想 優點就是可以看到這美麗的服裝三色喔 對 湖景現在還不錯 湖景第一盤 對 這個營區很安靜 很安靜 非常安靜 對 晚上的時候大家都非常的高素質 晚上就是在這個叢鳴鳥叫之下睡著 因為這邊也是很自然系 對 因為你只要換湖景很近 所以不用自己煮 所以補貨門是個優點 我覺得這是它一個很大的脈絡 就是你來這邊其實你根本不需要準備任何吃的 其實晚上甚至晚上肚子餓吃宵夜 都可以走路到吳達燒商圈 五分鐘就到了 那我們腿比較短可能要走十分鐘 你腿比較短 對 我們很少路到營區離商圈那麼近 那缺點也是有的啦 就是特別是在衛浴的部分 對 那女廁的部分她因為沒有做事的 那我們老婆很沒有放鬆的去解放 必須到南側 南側都是做事 女廁都是蹲事 然後女廁那邊 我老婆反應是熱水有點不穩定 這邊缺點大概就是這個吧 因為可能夏天了 有小孩有人跟唱 還有跳蚤 但我覺得大家都是露營的人 應該必須很習慣這件事 因為露營本身就是接近大自然 有一些跳蚤啊 蟲啊 蚊子啊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是能接受 最後結論呢 我們覺得這個營區 也是很值得再來一次的 也是很熱 原因呢是因為這邊 畢竟還是有無敵的湖景 嗯 露營呢最重要的就是 那個營地的一個氛圍 它整個氣氛 那這邊的氛圍跟氣氛 我們剛才都有提到 非常好 因為特別是有一個湖景低牌 再加上這邊的環境 而且晚上都非常安靜 那整個露營也是非常舒服的 平常呢 沒事就看著湖景 就可以放放空喔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那喜歡我們影片要幹嘛呢 訂閱 大家分享 對 開啟小鈴鐺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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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smell I wanna make you sweat of me I wanna make you sweat of me IMA